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在圣诞节的第二天 12月26号这一天 是毛泽东的诞辰纪念日 在中国每年都会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 今年也不例外 我们看到在网上抖音上面传的很广的一个视频 很多很多的民众 全国各地的民众来到韶山的毛泽东广场 瞻仰毛主席铜像并且献花 另外他们还形成了一个习俗 每年这个时候上万人聚在一起吃福寿面 来纪念毛泽东诞辰 今年是127周年 这些人如果你说都是被主动洗脑的 那么还有一些可怜的小孩们 一些中小学生 他们也被迫的来纪念毛泽东诞辰 来学习毛主席诗词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当时那个老师也是一个毛粉 非常崇拜毛主席的诗词 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得背诵 我记得我还当时也不懂事儿 找出了这个毛泽东诗词的这个小本 然后从这到尾几乎把毛泽东的诗词 基本上都背下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还被他点名点到站起来 当着全班的面去背诵一首毛泽东诗词 一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七律 终身风雨起仓皇 百万雄狮过大疆 如果你单纯的只是背诵一些诗词 我觉得还好 就怕的是你再给加点其他的料 那么我想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说以后他们可能会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能够对他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你说那些大半夜的跑到广场上 去等待纪念毛主席的这些人 他们真的了解毛泽东吗 他们真的了解毛泽东思想吗 我是很怀疑的 我认为他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到底 他的思想是什么 他的曾经做过的事情是什么 真正了解毛泽东的 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 是有风险的 是容易被抓的 比如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 之前就是被一锅端了 这是在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的时候 当时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长 还有其他的学生就被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太了解毛泽东了 甚至你要学习毛泽东 你要跟着毛主席走 要学习毛泽东精神不行 所以说毛泽东等于已经变成了 今天的共产党的一个工具 一个洗脑工具 就是你们可以崇拜 你们崇拜毛泽东的目的是让你们更加的崇拜共产党 跟着共产党走 但是你如果深刻的了解毛泽东的思想的话 你可能觉得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 你要建立真正的共产党 真正代表工农阶层的 工农阶级的 你反而有风险 可能被维稳 这个是今天的中国 非常有意思的 实际上不管是这些 在广场上怀念 缅怀毛泽东的这些无知者 还是学毛泽东思想 学马列主义 学的比较深的 被毒害的这些 北大的这些学生 他们实际上都错了 为什么我们要专门这一期讲毛泽东 讲毛泽东的诞辰127周年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缅怀他 不需要怀念他 因为他做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人造灾难 就是他造成的 对吧 这20世纪三大暴君之一 一个希特勒 一个斯大林 另外一个就是毛泽东 犯下了滔天罪行 反人类的罪行 当然了 斯大林和 希特勒 已经被钉在历史的持武柱上了 只有中国 还没有对毛泽东编尸 他的头像还挂在天安门广场上 那是因为共产党 要利用毛泽东 但是今天的共产党也非常清楚 毛泽东思想是非常危险的 毛泽东以前做过的事情 在今天放在今天 是非常危险的 是会颠覆政权的 所以说 要抓捕这些 学习毛泽东思想的 学习马列主义的这些年轻人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简单的了解一下毛泽东的奇人奇事 我们选出这么几个 三个他曾经做过的事情 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毛泽东的年轻时候 他的主张 政治主张 就是反对中国的大一统 支持地方的独立跟自治 比如说 他当时支持的就是湖南独立 他要成立湖南共和国 当然了 他也是收了当地的军阀 谭言凯的钱 以及后来的赵恒涕的钱 赵恒涕相对来说是比湖南共和国推而求其次 他是要搞联省自治 湖南共和国这是由台阳凯出钱 由毛泽东等人发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运动 号召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 我们应该反对中华民国的大一统 我们应该 特别是他在中华民国的国庆的时候 发表文章 在报纸上说 我们应该拒绝纪念中华民国的国庆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读过一段 毛泽东写的文章 我们趁着纪念日 我们再读一读 我们再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思想 当时他写了很多篇文章 来鼓吹湖南独立 其中有一篇 他说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 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 必定是大国家 这种议论的流毒 扩充帝国主义 压抑自国的弱小民族 在争海外殖民地 使半开化 未开化之民族 变成完全奴隶 致其生存向上 而为始公顺 逊躯于己 然后他后面说 湖南 至于我们湖南 尤其3000万人 个个应该觉醒了 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 唯一的法子 是湖南自觉自治 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 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我曾着实想过 救湖南 救中国 途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 均非这样不行 湖南人没有把湖南 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 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然后他在1920年10月10号 这一天 就是国庆节的时候 发表文章 说反对统一 他当时说 4000年的中国 只是一个空架子 多少政治家的经营 多少学者的论究 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 美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 全靠得住一个条件得来 就是杀人多流血多 胡志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 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 各省人用权力注意到自己的省 才省门罗主义 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 大门以外一概不理 国庆是庆中华民国 我实在老不高兴他 特为趁着国庆 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 我不得不说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 其中一点就是这个 就是他能够那个时候 有鲜艳性的 能够发现中国的 历朝历代的问题 归根结底 就是大一统造成的 每次大一统 能够维持的话 都是杀人多流血多 才能够维持 这个是中国几千年 一直以来 循环往复 中央集权大一统的 一个问题所在 这个以后 我们会单独讲到这个问题 那么毛泽东在那个时代 在1920年代 就已经想到了 他就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 当然他本人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后来改变的思想 是因为他觉得 这个可行性不大 因为后来他获得了 苏联的资助 后来他转成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了 因为他觉得 这个想法的可行度 没有那个想法 可行度更高一点 那个抱苏联大腿 这种可行性更高 那边他给的钱更多 而且更有成效 所以他又转移到了 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本人 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每一次转文 都是急转文 都是这个幅度非常大的 突然转变的 那么为什么 立刻放弃他过去 想了那么长时间的 付诸那么多实践的 这一个思想完全改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觉得 可行性没有 他觉得有更好的一个办法 更好的路径 更成功的一个路径 这个是他追求的 所以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并没有自己 一个一贯的主张 他的主张一直是改变的 他的晚年也在不停的改变 他在年轻的时候 也在不停的改变 他从来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 这是他过去的一个思想 反对大一统支持地方自治 哪怕是联省自治 也比大一统强 第二个就是 他曾经勾结境外势力 试图颠覆国家的政权 如果放在今天 就是寻衅滋事 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么他当时怎么做的 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成立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是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 成立了另外一个共和国 今天谁要做毛泽东过去做的事情 不够枪毙一百回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它可是一个国家 别忘了 它是有自己的领土的 虽然领土是跟中华民国重叠的 它有自己的国旗 国旗最后还是要经过苏维埃的批准 经过苏联的批准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苏联的一个卫星国 这个钱哪来的呢 对吧 谁给它钱来在中国搞革命呢 当然就是苏联了 所以说它是典型的勾结境外势力 那么这是它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时候了 再往前推 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当时为境外势力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中国搞暴动 比如说秋收起义 当时叫做秋收暴动 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当时的文献记载 中央关于乡鄂岳战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这是1927年8月3日的 那么这里边其中有一条 我们看暴动的战略的第三条 就是夺取一切政权与农民协会 歼灭土豪猎身 及一切反革命派 并没收其财产 我不知道有没有秋收暴动的统计 总共他们一共杀了多少人 抢了多少人的财产 但总之一定是规模数量很大的 这个跟打家结社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他讲的湖北暴动大纲 上面写的是 政治上给县统治者一个扰乱 使其不能稳定 牵制其对江西的压迫 经济上实行四抗 抗租 抗税 抗捐 抗粮 请问这难道不是扰乱社会稳定吗 而且何况你这种是通过暴动的手段 通过杀人越货的手段 然后这些人都是革命家 然后香港的那些追求民主的 反对独裁的抗争者 就叫做暴徒 我很想知道香港的暴徒 他们杀了多少人 抢了多少粮 抢了多少财产 来有没有统计一下 我想香港政府这么痛恨这些暴徒 中共这么痛恨这些暴徒 应该有个统计 他们到底杀了多少人 跟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比一比 秋收暴动比一比 看看谁杀的人更多一点 看看谁抢的粮食 抢的财产是更多一点的 凭什么你们做就是革命家 我们做就是暴徒 凭什么你们杀了人了 你们还有理了 我们连没有杀人就被抓起来 所以我们真正了解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的做法就是这个 毛泽东一生 至少在1949年建国之前 他的作为就是这些 我们再念一遍 第一个反对中国大一统 支持分裂国家 第二就是勾结境外势力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第三就是发动武装暴动 杀人越货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他 就知道他是做了这些事情 这是无可否认的 这都是事实 这是他写过的 说过的 做过的事情 那么今天纪念毛主席的人 他们是在支持毛泽东 搞这些事情吗 这些事情 他们自己敢不敢做 对吧 他们敢不敢支持 你支持毛主席 这个缅怀毛主席 但是你反对毛泽东思想 反对毛泽东分裂中国的思想 反对毛泽东搞的这些武装暴动 然后颠覆国家政权 扰论社会治安 等等这些事情 你们不是精神分裂吗 对吧 你缅怀一个人同时 却反对这个人的思想和他的行为 那你在缅怀什么呢 有什么可缅怀的呢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缅怀一个人 支持这个人的话 你应该认为这个人做的事情是对的 至少认为他做的事情是对的 那么如果你认为他做的事情对的的话 那么同样支持地方自治 地方独立的那些人 怎么在你眼里就是坏人了呢 对吧 如果这些人在你眼里坏人 那么毛泽东在你眼里也应该是坏人 对不对 你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固定的逻辑 你不能有双重标准 如果你有双重标准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并不是 第一 不是真正知道毛泽东到底是什么人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的思想是什么 第二 你知道但是你故意假装不知道 你假装认为毛泽东 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过程你不知道 你不管 假装没发生 你只是知道 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你支持他 那就说明你们这些人 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 对吧 只能这么说 你不是关怀天下的 你不是想探知真相的 但是可笑的是 这些人从毛泽东身上 得到什么利益了吗 我当然不排除有些人是农民翻身做主了 但是问题是很多的人今天是享受的 改革开放的 享受着资本主义的 然后却缅怀毛主席 缅怀一个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独裁者 这也是很说不过去的 所以说于情于理都不符合 都觉得去缅怀这样一个人是很可笑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研究崇拜毛泽东的现象 或者是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是很复杂的 如果说毛泽东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 我反而认为香港人应该好好缅怀一下毛主席 因为毛泽东的思想曾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就是中国的地方自治 才是更有利于这个地方的发展的 而不是搞什么大一统 虽然毛泽东后来因为其他的方式 可能更有利于他的权利 有利于实现他的目标 所以说他就转向了 但是他至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 有过这样的动作 有过这样的呼吁 他当年可以在大公报上 在这么多的媒体上发表文章 鼓吹湖南独立 今天你写篇文章 鼓吹一下香港独立 台湾独立试一试 在中国 在香港 你都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 对吧 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是他们多么的虚伪 他们是多么的双重标准 他可以一边缅怀毛泽东思想 一边在否定毛泽东的思想 从毛泽东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 就是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的一个现象 就是你成功了 你就可以改写历史 你就可以美化历史 你可以把暴动说成是起义 你可以给这个作为增加合法性 和它的合理性 就是认为这么做是代表了正义的 那么今天香港人应该学习什么呢 就是应该学习 曾经过去的共产党 他们的成功之道 因为你们要建设的 不是一个共产党极权统治 而是香港人的香港 所以说在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从共产党身上 从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可以获取一些养分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 这是不能够一杆子打死的 今天香港的年轻人 抗争者被叫做暴徒 那是因为共产党掌握了话语权 如果香港的这些暴徒 所谓的暴徒真的成功的话 那么这些暴徒都是国父 都是革命家 请问现在的国民党 还管毛泽东这些人 叫做叛徒吗 还管他们叫做共匪吗 所以说我们根本就不会在乎 别人是不是管我们叫分裂分子 或者说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说是不是触犯了国安法 我们看一下国安法的四条内容 分裂国家罪 颠覆国家罪 恐怖活动罪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罪 请问哪一条 毛泽东他们没有触犯呢 他们不仅触犯了 而且成功了 成功之后 他们反而可以把别人说成是 危害国家安全 他们自己曾经是这么做的 但是他们成功了 所以关键问题是 你是否成功 而并不是 你今天是不是被说成是暴徒 你今天被说成是暴徒 没有关系 关键是你要找到一个方式 找到一个办法 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这个是今天所有对共产党的抗争者 特别是支持地方自治的 这些不管是台独 江独 藏独 港独等等这些人 他们要思考的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就是每一朝每一代 他们都会重新书写历史 都会重新定义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而这过程中 是要有流血牺牲的 我从来没有鼓动任何人 去做这样的 任何无谓的牺牲 我一直认为 该有人站出来的时候 自然会有人站出来 我并不是说 号召每个人都去这么做 但是我相信 时候到了 天时地利人和 到了这个时候 自然会有人站出来的 他们不是说 我鼓动出来的 他们不会听我的话 没有人会听我 说了一句话 他们就去上街了 或者是去拿起枪了 并不会这样 他们一定是有自己的出发点的 今天香港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 他们是有这样的潜力的 在过去的这个雨伞运动也好 或者反送中运动也好 所以说 我看到这个毛泽东 诞辰纪念日的时候 就想到了香港 想到了未来的香港 当然也包括维吾尔的抗争 包括西藏人的抗争 总之 我们不是不可以 重新的去了解 毛泽东这个人 和他的思想 并不能把他 这个完全的一杆子打死 虽然他做了非常多的 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 尽量的不去情绪化的来看待 尽量刨出去的情感 能够去理性的来看待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现象 我们就应该知道 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